今天我们做的这一期呢并不是关于某一个拍子特定的测评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拍子上面的这些参数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看到右手边这一支呢是Dunlob CX200Tour 16x19 左手边这一支呢是海德Gravity Pro 那这两支呢都是今年初的顶级的比较流行的款式 那我们从右边这一支讲起吧 首先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这些个拍子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数目叫做数字叫做长度27英寸 对吗呢这个是标准长度的拍子 你可能会看到27.25 27.5 27.75和28 那些呢都是加长款 那么第二个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呢是在这边是拍面的大小 那么拍面呢这一支是95 那你看到的左手边这一支呢是100 你其实是能够比较出来这两支在这个拍面大小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100以及以上的啊一般来说比较适用于一些初学者啊或者一些力量比较小的选手啊 那么100以下的我们认为适用于一些中高级的选手以及职业的选手哈 那么下一个我们看到的呢是线床 那么这一支拍子的线床呢是16x19 Greaty Pro呢是18x20 对于同等的这个拍面下呢 线床越密呢控制越多 但是力量呢相当于会小一点 旋转的能力呢会稍微的小一点 那我们下一个看到的呢是这个重量啊 这一支拍子的穿线前重量也是所谓的裸重呢是310克 那么一般来说呢当你穿线以后呢这个数值呢要加15左右 那么在我的观点看来呢300克基本上是一个球拍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大于300克呢是比较适用于一些中高级的玩家啊包括职业的选手 那么小于300克呢一般是一些初学者或者力量比较小的青少年 那么相当来讲重量轻呢就容易灰 那么重量越大呢就需要选手自己提供更大的力量去挥动它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叫做平衡 那这个是穿线前的平衡 大家可以看到是310毫米10点的投轻的平衡 那么当你穿线以后呢这个数值一般会加10左右 这个是毫米啊 那么右边这个值呢会减3左右 那这个大概就变成320毫米7点的投轻的样子 那么一般来说呢对于控制型球拍也就是中高阶选手 以及职业选手用的拍子呢更更倾向于投轻一些 因为会提供比较好的机动性 那么也便于呢选手自己发力 那么啊给初学者呢或者力量比较小的选手呢 一般会投重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拍子会本身带比较多的力量 那么啊会帮助这个选手来击球 好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硬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穿线前的硬度 那么这只拍子呢是64 那么一般来说呢穿线以后这个数值呢会降低2到3左右 那么在我看来呢65基本上是一个拍子这个是否为软拍和硬拍的一个分界点 那么对于硬拍来说呢一般来说它会提供更好的力量 它的拍框呢也会更厚 那么对于软拍来说呢选手需要提供更多的力量去来挥动它 那并且呢相对来说它会比较的有更好的手感 那么控制型球拍呢一般都倾向于用比较小的硬度哈 好我们来看到海德这一只呢 它有一个参数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介绍哈 就是在这里大家可能会看到啊有一个参数叫做beam啊20毫米 那这个指的是它这个拍框的厚度 那么一般来说呢拍框越薄呢啊越倾向于手感以及控制 拍框越厚呢更倾向于力量哈 那么这只大家可以看到这只是20毫米只有20毫米非常薄有非常好的手感 那么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呢 就是每一个厂家其实会对于这只拍框呢会出一个比较推荐的穿线的棒数啊 这是一个范围 那大家在穿线的时候呢可以从中间开始 比如说这只啊可能从52 53开始 然后根据自己力量啊旋转啊控制的要求来加减啊 那么还有一个参数这两个上面都没有就是挥重 那么挥重呢我们一般说的是穿线后的重量 那它的测量呢就是在垂直于地面这个方向啊 挥拍来最终测量出来的呢 那这只拍那挥重呢决定了这只拍子是不是好挥 那当然它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 平衡啊包括这个拍框的厚度等等都会都会来决定哈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最后一个数字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就是自己这个 我用这只吧拍框的呃说错了手柄的这个尺寸啊 那二号呢就是四有四分之一 一号是四有八分之一 三号呢是四有八分之三 四号是四有八分之四 也是四有二分之一 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手型来买啊 这个手掌的大小来买这个合适的尺寸啊 一般来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买小不买大 因为增加这个尺寸呢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降低是很难的啊 那么今天就是啊我关于一期简单的介绍网球拍中我们用到的所有的参数 它到底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的一个介绍 那么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大家对呃某一些参数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呢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进行交流并且在以后的节目中做到 今天这一期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希望你们能够啊喜欢点赞并且分享 拜拜